航行214小时返台 船长说只想火树离日 一大群人站在岸上等待 看着渔船缓缓开进小琉球大幅渔港 船才靠近岸边 富人连忙上前细缆绳 因为他的宝贝儿子终于回来了 船长一下船就冲向家人 老婆在他的怀里哭成泪人儿 因为37岁的他11天前 在冲丝鸟礁海域捕鱼时 被日本认定闯进日方的经济海域 连任带船遭扣鸟 各方营救后才在今天返家 船长你竹脚面线的味道好吃吗 吃着妈妈亲手煮的竹脚面线 回想起被日本扣鸟的过程 简直恍无格事 讲说我们那边是公館 我要在那边作业 他也是不听我的 也不听我就直接给我上手告 然后直接扣上他们的船 我去那边的时候 就根本就是像犯人一样 是觉得我们政府要帮我 像日本讨一个公道 可是我们都看得到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